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那位霍氏并且被法老重新启用的九正大人并没有履行他先前的诺言帮助约瑟恢复自由 约瑟只能继续深陷淋雨 这一晃又是两年过去了 有一天夜里埃及法老做了一个奇特的梦 他梦见自己站在尼罗河河畔 看见七头又肥又壮的母牛从河里上来在岸边吃草 接着又有七头又瘦又弱的母牛也从河里上来 站在岸边上那七头又肥又壮的母牛旁边 然后这七头又瘦又弱的母牛把那七头又肥又壮的母牛吃掉了 法老从梦中惊醒后感到非常怪异 一看天色未明他又接着继续睡又重入梦乡 结果又做了一个梦 这一次他梦见有一颗麦精长了七个又饱满又成熟的麦穗 接着又长出了七个枯瘦被东风吹娇的麦穗 这七个枯瘦的麦穗把那七个饱满的麦穗吞了下去 法老再次醒来时已是早晨 他更加感到怪异 心中开始坠坠不安起来 他立即差人召来了全体文武百官 以及埃及所有的巫师术士 占星家还有各路各界的专家 把他的梦告诉他们 想求问一下梦的含义 但是这些平日里号称满腹积珠 学富五车的专家大师们都面面相聚 无人会解此梦 法老有些急不可耐 大声地问 诸位爱卿 诸位大师 难道我们泱泱埃及大帝国 居然没有能解开此梦的人吗 那位九正先生也列在群臣之中 这时他听了法老之言 忽然想起约瑟来 于是他走到众人之前 对法老说 万岁 您做的这两个梦 绝非常人能解 不过 臣倒是想起个人来 他叫约瑟 此人必能破解您的梦 只是此人是希伯来人 现在被囚禁在万岁 您的大牢之中 法老一听此言 连忙问九正 爱卿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约瑟是什么人 为什么你这么有把握说 他能破解朕的梦呢 九正就把事情的原委和亲身经历 一五一十的全部禀报给了法老 法老听吧 陈音片刻 然后对九正说 爱卿 你赶紧将此人带来见朕 九正于是派人风风火火的赶到了大牢 把约瑟从牢房中请了出来 然后给约瑟又是剃头又是刮脸 再换上干净体面的衣裳 最后 约瑟被带到法老面前 法老一见到约瑟 眼睛不由的一亮 心想 这个人好英俊 好神气 心中就有了不少好感 法老就对约瑟说 朕昨夜做了一个梦 举国上下 竟然没人能解 朕听九正说 你是解梦高手 那么你看朕的梦是否可解呢 约瑟毕恭毕敬地回答 万岁 我约瑟不敢贪天功为己功 我自己本不会解梦 但是我的神会给您吉祥的解释 请您把贵梦说来听听 法老就把自己做的两个梦 给约瑟说了一遍 约瑟听罢 略微点头 对法老说 启禀万岁 其实这两个梦 可以当作一个梦来解释 两梦都是相同的意思 神已将所要做的事 只是给您了 那七头肥壮的母牛代表七年 那七个饱满的麦穗 也代表七年 接着上来的那七头瘦弱的母牛 和那七个枯瘦 被东风吹焦了的麦穗 都代表七个荒年 这就是说 神告诉您 埃及全境将有七个前所未有的风年 接着有七个荒年 这场饥荒将毁坏埃及全境 饥荒太大 时间太长 甚至会使人忘记 从前曾有过风年 至于万岁 为什么会为同一件事 做两回梦 那是因为 神已经命定此事 而且此事很快就会发生 法老听约瑟这么一说 毛色顿开 指着约瑟道 看来你这小伙子 真的很有两下子 解梦解得很有道理 不过 如此说来 朕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来应对这七个荒年呢 约瑟接着说 万岁 措施其实也很简单 你应该未雨绸缪啊 我建议万岁 启用一位有智慧 有远见的人 派他管理国政 并指派其他官员 在七个丰年期间 征收全国农产物的五分之一 令令他们 在将要来临的丰年期间 收集五谷 在各城储备粮食 派人管理 如果按此计策 在接踵而来的荒年期间 这些囤粮足够可以供应全国人民 使人民不至于饿死啊 法老点头大赞 对他的文武百官说 想不到朕的大哀帝国 大有人才啊 连我们的监狱中也藏龙卧虎 像约瑟这样的人 有神的灵在他里头 我们有了此等济世之才 真是设计之性意 朕看着 这个约瑟就是举国上下 最有智慧 最有远见之事 朕决定委任约瑟为朕的宰相 由他来相助治理国家 囤粮背荒 文武百官 文听此言 议论纷纷 约瑟只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囚徒 还是个西伯来人 一无高级文凭 二无执政经验 难道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 万岁就把此人认命为众卿之首 一个外国人来当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宰相 恐怕是有点不太妥吧 法老听到臣下议论 摆了摆手 不以为然 众爱卿 朕知道大家心里非常不服 不过 这约瑟可是国家急需的特殊人才啊 朕这是不拘一格将人才 不仅如此 今后对急需的特殊人才 可以采取超常规办法引进 朕相信你们大多数是却有真才实学 但是像约瑟这样的旷世奇才 你们要改上他 还得磨练多年呢 况且 约瑟有他的神的祝福 朕任用他 不也就同享神赐的福气了吗 文武百官这才恍然大悟 齐声称妙 万岁真是千古独步的一代明君呢 您的伟大英明决策 真的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埃及唯一 世界唯一啊 臣等一定牢记万岁的教导 真心诚意的辅佐约大人工作 法老汉手称许 高声宣布 约瑟听旨 朕封你为全埃及帝国的宰相 派你治理埃及全地 除了朕的权力高过你之外 朕的所有子民都要服从你的命令 希望你为国尽忠 执政为民 不辜负朕和人民对你的殷切期望 约瑟拱手失礼 陈约瑟写万岁龙温 陈一定秉承我神的旨意 全心全意的为埃及人民服务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 臣都将一往无前 一无反顾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法老哈哈大笑 拿下自己手指上的印章戒指 把他戴在约瑟的手指上 又把上等麻纱制成的外袍 披在约瑟身上 再把金像链挂在约瑟的脖子上 除此之外 法老又让约瑟有资格乘坐专用语车 约瑟每每出巡 都是前促后拥 有警卫前导 有名罗开导 一路喊着 回避 回避 法老还嫌不够 又赐约瑟一个埃及名字 叫做萨发纳特 巴内亚 具有的圣经学者考证 约瑟的这个埃及名字 还有就是知主的意思 最后 法老又将安城的祭司 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 赐给约瑟为妻 这个安城 就是太阳之城 位于现今开罗东北约15公里处 那里的居民都拜太阳神冉 这个冉是指圣住的意思 就这样 这位约瑟先生 他虽是年仅30岁 但凭借神赐的解梦预测能力 和济世管理之才 得到慧眼石珠的埃及法老的赏识和提拔 几乎在一日之内 约瑟就从受压迫受剥削阶级 坐着直升飞机一鹤冲天 摇身一变 成为统治阶级的上层大员 如果按世俗观点来看 约瑟从极品奴隶到一品宰相 一跃而成法老的宠臣 简直就是一位政坛超男 政坛超级新星 他从此可以一吐昔日的怨气了吧 但是约瑟能够想特权而不为己用 比如他当了宰相之后 并没有向波提法和他的淫妇老婆反攻捣钻 对自己的冤屈甚至连提都不提 他的整个心思意念 全部都集中在如何将有限的生命 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只计划着如何把神的赐福 带给埃及的老百姓 自上任一史 约瑟走遍埃及全地 一来考察民情国情 二来访贫问苦送温暖 屯粮被荒举措也在各地实施开来 在七个丰年期间 农产大丰收 约瑟命令政府各级部门发动群众收集无骨 并在个城镇设立粮食储藏中心 屯积从周围各地收集起来的粮食 工作非常顺利 粮食也越积越多 多得像海滩的沙粒 无法计量 大家信心满满地对即将到来的饥荒 沿着以待 与此同时 约瑟工作生活两不 他跟太太亚西娜生了两个儿子 长子叫马拿西 次子叫以法莲 这两个名字都有着特殊的含义 记录了约瑟的生命历程 比如 马拿西的意思是使之忘了 也为约瑟说 神使我忘记所有的苦难和相仇 而以法莲的意思是使之昌盛 也为约瑟说 神使我在困苦之地繁盛起来 有喜欢刨根究底的看官一定会问 亚伯拉罕不是定了规矩 不允许自己的后裔与外族女子同婚吗 约瑟作为以色列的优秀先祖之一 他怎么可能取合一位与自己宗教信仰完全不同的一族女子做妻子呢 而且 亚西娜后来还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 马拿西和伊法莲 这两个一族母亲生的儿子 其后代后来还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中的两大支派 这如何解释呢 圣经中对亚西娜没有多少描述 只是蜻蜓点水式地提到了她的名字和出生 但是 圣经以外的一些资料 对此有专门详细的记载 有一本叫《约瑟和亚西娜的书》 就记录了约瑟的埃及老婆亚西娜 如何从一名异教徒转信耶和华 又如何从一族规划为以色列族的故事 亚伯拉罕定的规矩不是将死的教条 也需要灵活的运用 无论你在肉体上是不是以色列人 只要你信耶和华 你在灵里面就是以色列人 说的再明白一点 以色列人代表神的选民族 但是不管你是亚非拉民族 还是欧美民族 只要你信耶和华 就是属于神的选民族 就属于真以色列族 既然亚西娜后来归信了耶和华 他自然就成了真以色列族中的一员 那么约瑟娶他为妻也就不算违反 亚伯拉罕定的条规了 自然也是明正言顺了 言归正传 在七个丰收年过后 果然不出约瑟所结所策 紧接着就是连续七年的自然灾害 埃及全地粮食产量骤减 后来更是颗粒无收 埃及及周边地区的百姓们 吃完家中的存粮 眼见着就要吃了上顿 没有下顿 社会开始恐慌 人心开始浮动 粮价开始飞涨 眼瞅着恶性通货膨胀 一触即发 但是 约瑟治理下的埃及中央政府 和各级地方政府 早有所准备 他们在前七个丰收年时 已经把约瑟制定的 囤粮备荒的战略方针 落到了实处 家中有粮 心中不慌 饥荒一开始 各地的囚粮文告 如雪片般的飞报到法老办公室 法老看罢 心中有底 大笔一挥 做了红头披饰 朕以为 民意是为天 粮食问题已成为 当今举世瞩目的问题之一 尤其是咱们埃及大帝国 人口众多 吃饭更是一个关系到 国际民生的大问题 有了粮食就可以保障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和谐发展 请各地政府联系宰相办公室 朕虽然是抗饥荒就在指挥部的总指挥 但是约宰相现在兼任常务副总指挥 粮食供应 平易物价等问题 有约宰相来带朕全权解决 约瑟接到法老的批示 当即决定开放所有的仓库 把存粮以平价卖给埃及百姓 百姓得到了粮食 民心稳定 生活有序 人民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他们都齐声夸赞约瑟领导的本届政府 说他把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帮民解忧 为民纾困 约瑟不愧是人民的好宰相 埃及的饥荒问题得到了疏解 埃及境内太平无视 但是埃及的周边地区 包括约瑟的家乡迦南地区 饥荒继续蔓延 就连牛羊成群 富甲一方的雅各一家 也陷入了无良的困境 雅各很是着急 心想我们总不能把所有的牛羊 都给宰了冲击吧 今后还要靠这些牛羊来生产生活呢 宰了他们 无疑是宰杀会生蛋的金额 虽说家中还有不少银粮 但是整个迦南地区 早就已经无粮可买 这可如何是好呢 雅各和儿子们听人说 埃及有的是粮食 于是雅各就打发儿子们 出发去埃及酬粮 雅各决定只把最小的儿子 约瑟的同母亲弟弟 便雅敏留在家中 而命令其他的十个儿子 全体出动去执行购粮任务 自从二十多年前爱子约瑟 莫名其妙的人间蒸发之后 雅各就把对约瑟的关爱 移情到了约瑟的同母弟弟 便雅敏的身上 去埃及路途遥远 国际通道时常有猛兽出没 和匪盗的恐怖活动 便雅敏不能再有个三长两短了 事不宜迟 约瑟的十个哥哥带着银两支票 等等应通货币 跟着迦南地的其他居民 一起都赶到埃及去了 长话短说 约瑟的十个哥哥很快地到达了埃及 他们打听到埃及的宰相办公室 专门负责粮食买卖和进出口业务 而且由宰相亲自挂帅 处理日常事务 于是就直奔宰相办公室而来 约瑟此时正巧在衙门前现场办公 此时的约瑟身居高位 身着埃及官服 举手投足都雍容华贵 气度非凡 哥哥们哪里还认得出 这位被他们出卖的弟弟呢 他们随着一帮人上前去向他叩拜道 宰相大人就是寄人 恳请宰相大人把粮食卖给我们吧 我等都感谢宰相大人的大恩大德 约瑟忽然听见 前来买粮的人群中 有人讲得熟悉的迦南话 先是一棱 抬头看时 他一下子就认出了他的哥哥们 约瑟的心头一阵狂跳 顿时犹如翻倒了五味平 酸甜苦辣咸一起涌了上来 他稍稍定了定神 突然又想起了他年轻是做的梦 决定暂时假装不认识他们 并且他决定不说迦南语 只说埃及语 看官注意了 以下的对话 约瑟用的是埃及语 哥哥们用的是用迦南语 有约瑟的翻译官员负责翻译 却说约瑟走上前来 严厉地问他们你们怎么乱哄哄的 都是从哪里来的 哥哥们回答 回大人话 我们是从迦南来此地买粮的 约瑟故意对他们说 不对吧 依我看 你们是迦南地来的探子 是来侦查我国虚实的吧 国际间谍罪可是要砍头的 哥哥们一听此言 吓得不清 急忙回答 我主啊 宰相大人呢 仆人们可不是什么探子间谍 我等确确实实是来贵国买粮的呀 我们几个都是亲兄弟 都是老实本分的粮民呢 请大人明察 约瑟不动声色 坚持说 不对 你们必是来侦查我国虚实的 哥哥们继续解释 我主啊 宰相大人呢 仆人们本来是十二个兄弟 是同一个父亲生的 老父亲现在还住在迦南 有一个弟弟已经死了 最小的弟弟跟我们的老父亲在一起 您请看 这些是我们政府给发的护照和良民身份证 我们都是守法公民 平时走路连红灯都没有闯过 若有半句假话 甘当受任何处罚 约瑟微微一笑 好吧 既然你们说不是探子 说得句句事实 我倒要试一试 你们诚实不诚实 你们说你们有一个最小的弟弟 在迦南老家 这样吧 你们派一个人回去把他带来 其余的人监禁在这里 我指着法老的性命启示 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 你们就别想离开本地方斑步 对不起 我要先把你们关上三天 你们就用这三天时间 好好地想一想 战战兢兢的哥哥们 听约瑟这么一说 一个个都傻了眼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